今天总编辑时间为您邀请到了新闻点评来宾 是旺报社长黄新龙 社长您好 十分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个星期呢 两岸政治对话的焦点就在博鳌论坛了 那么社长对于近期两岸的互动所做的一些观察 认为是有几个步骤 是不是从这个吴伯雄跟胡锦涛的吴胡会开始 提出了一国两区可以慢慢来爬出一个脉络出来 是 那么当然就一个时辰来讲 这个星期是在两岸的新闻热点在博鳌 但是呢 事实上如果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的话 那么他应该往前要看到的是五月份的 台湾的两件重要的政治时程 一个是马英九总统的就职跟他的就职演说 另外一部分是民进党的党主席的改选 那么往前推的话要回到一月的 今年一月十四号的台湾总统大选 这个大选结果是跟现在为止的两岸开始的一个 一个动态发展是有关的 我们先从您提到了这个吴胡会 我们上个礼拜也有谈过 那么吴伯雄跟这个胡锦涛的见面 除了是这个国共之间 从08年之后每年一会之外 他一个重要的意涵就是因为台湾已经完成了 这个总统民选马英九顺利连任 他连任之后接下来的四年任期 对两岸关系除了诉诸于马政府本身的一个 内部的一个路线之外 很大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大陆呢 是不是能够再延续过去几年的一个 对台湾的一个比较温和 比较这种所谓的这个让利也好 或者说是比较友善的一个路线 为什么说能不能延续呢 因为大陆在今年的十月之后 十八大接下来要新的领导人 当然我们都知道是谁 习近平李克强即将要上台 所以吴伯雄这一次到北京去 出现一个一国两区的这个议题 那这议题呢 我上个礼拜也有跟大家做一个我的看法 那么我认为就是因为 这个我方呢 我方的执政党 就是马总统透过这个吴伯雄 那么去表达 这样的一个表达 就是除了关切到接下来路线的延续之外 同时也是对胡锦涛的 在过去几年对台湾的一种善意 做一个相对来说是一种回应 或者是肯定 那么很可能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底下呢 所以呢北京方面就提到说 那么过去四年呢 大家两岸有很好的一个互动 但是呢一直没有听到台湾的当局 讲出说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这样的话 一国两区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产物 那当然现在大家慢慢的揭晓说 原来那个谈话 听说只有几个人在台北这边 其中一个人吴伯雄 另外一个人是国安会秘书长胡维珍 还有马英九 还有大概还有一个幕僚了 好 那这个背景底下再回过头来看 第二个在这个博敖的这个会谈 博敖的会谈里头 事实上事前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吴伯雄已经透过幕僚 这个放出风声 就是说不会特别去谈政治议题 而是呢锁定在经济面的部分 那经济面的部分 我们看到比较着重了包括金融 两岸金融之间的合作的问题 包括到这个八次江城会的投保协议的问题 这是两岸的商贸交流的情况 当然吴伯雄还是有提到台湾的国际空间 包括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国际企业钢要组织里头 让台湾加入 包括在国际的NGO等等 这些过去已经有提过的部分 他其实在他第一天跟李克强会面的时候 讲了16个字 这16个字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就尽可能淡化政治的意涵 对提到讲信休目 民生为先等等的 可是呢我们事后当然也知道 原来他有一个用语叫和平繁荣 结果他把它改成两岸和平 那据幕僚的一个诠释 就是因为一国两区的争议发生了 所以还要把它界定到一个 这个两岸和平里头来 这是一个部分 可是呢在这个同时啊 我们又看到 这个大陆国台办主任王毅 在同一天的时间有个记者会 那么王毅的谈话里头 透露出不少重要的讯息 也可以说大陆对台湾 或者对两岸接下来的一个互动呢 他的一个基本的立场 其实已经从王毅的谈话当中显示出来了 首先王毅特别提到说 两岸经过四年的这样一个来往协商 尤其是江城会那么多次的一个协商 以及包括成立经合会之后啊 现在接下来两岸之间的这个协商呢 将会进入到一个深水区 也就是说游易到难 那么意思就是说之前的达成了很多协议很快速 是因为要么就已经做好的前期准备 要么就是双方争议很小 或者说彼此的利益纠葛程度是比较低的 当这一些都解决了以后 你接下来往前走 开始会碰到有些是彼此利益会冲突 有些是个别行业之间 会产生了这种利益上的一个争夺的问题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就提到了一个重点 他说呢 在进入游易到难的这个协商的一个基础之下呢 这个时候两岸开始要 应该要非常的慎重的 非常认真的来看待 如何巩固政治互信 政治互信 这个意在言外就是说呢 巩固两岸的政治互信 必须先有 有了之后 接下来那些困难的谈判 涉及到利益冲突的谈判 才能够往前推进 一切的根基都是在互信这件事情上 政治互信 还不只是互信 是政治互信 那政治互信呢 到底是什么意涵 这就有点意思了 政治互信你如果说 台湾这边 你知道我们从2008年之后 在我方来讲 所谓的两岸政策 马英九政府就是三部 不同不独不武 那么我的观察是 这个马政府的三部 基本上已经不能满足 大陆所认为的 巩固两岸政治互信 或者说 它在巩固的前提底下 要怎么样推进两岸的 这个政治互信的一个情况 好 那如果三部不是的话 那就是什么 就是九二共识 是不是九二共识 对不对 九二共识 但是我们前面也讲到 九二共识也很重要 叫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 那么我们都知道 在一中各表的情况下 大陆的解释 比较倾向是各表一中 各表一中 所以呢 这一次的一国两区 我们看到大陆的 所有的媒体报导 着重在凸显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这个意涵 其实是比较趋近于大陆 对九二共识的一个解读 就是九二共识是等于各表一中 而我们台湾讲的是一中各表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有差别 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所限 没有办法再细谈 好 那在他王毅谈了这些话之后的隔天 就是昨天 昨天吴敦尼提到了这个两岸政治对话的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其实就是在回应王毅 因为明显看得出来 大陆已经对这一块提出了一个 比较积极性的一个需求 期待 那么吴敦尼也提到这三个 这三个这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也许你可以念一下 就是说这三个条件 包括要民意的这个基础 要民主的程序对不对 还有一个什么样的 国会还是国会的立法 国会的立法的部分 就是说吴敦尼他在三个条件讲完之后 他所认为的是两岸领导人 有没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互访这个部分 他似乎是不认为是吗 是 因为互访的问题轻动更大 最大的问题当然就是说 你是用什么身份去的 你是用中华民国的总统吗 是用台湾的领导人 还是国民党的主席 所以这算是目前先踩个刹车吗 不是 我觉得他的重点 其实吴敦尼回应的重点 那三个前提啊 其实只是在回答一个问题 叫做说水到渠成 瓜熟地落 是不是已经有这个环境了 而他的解读显然认为说 目前还不到这个时候 瓜还没熟 你不要强摘他 强摘他 到最后造成的就是一个伤害 我想他是回应到网易的部分 这是在我们前面看到的这样子的 所以对这个博鳌论坛两岸关系的来讲 这个角度我觉得我们是要有的 是好 我们看到说这个吴敦尼跟李克强 有这个在两个会面的时候 吴敦尼提出了新十六字的真言 然后王毅呢 这个王毅也做了回应之后 接下来要观察的是 520的马英九的就职 他的演说会讲成什么 没错因为520的马英九的就职演说 是值得关注的 那么值得关注有两个特别的原因 第一个呢 因为这是马英九的第二个任期 第二个任期 那么这跟四年前 刚刚政权转替的时候 性质上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很重要是 马英九在胜选之后讲过说 未来四年他关注的是什么 历史定位 历史地位 那顾名我们可以想见 一个总统 尤其是一个连任成功的总统 他关心他接下来的政绩当中的 历史定位 这当然可以涵盖很多面向 但其中毫无疑问 一定有跟两岸政策 两岸路线是有关系的 是不是这样子 好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不妨这样看 就是说从这个1月14号 马政府连任成功了以后 那么两岸之间呢 应该说都在思考 接下来四年应该怎么走 才能够走得好 走得稳 那这当中呢 我们有讲过大陆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就是面临的换界的一个变动 但是呢 因为马政府顺利成功 连任成功 估计原来胡锦涛的路线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调整 只不过说呢 有一个阶段性的区别 前一个阶段解决比较容易的事情 现在要解决比较困难的事情 大陆已经明白表了 讲清楚了 要解决比较困难的事情 我们双方的政治互信基础 要更深化 要更巩固才行 也就是说 不要让它有一种 内部里头有个杂音 我今天对台湾那么好 给了那么多 万一有一天怎么样子的话 会怎么样 我想意在言外是这样子 那台湾这一边来讲 其实也有另外一个状况 我们在节目上曾经讲过 不统不笃不武 这个马政府的三部啊 严格讲 它不是一个政策 充其量 它其实是一个表述 是一个现状的描述 它称不上是一个政策 就算它是一个政策 同样也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经过了四年之后 这样的一套政策 还能够摆出来 作为未来四年的政策吗 这是大家的疑问 好 那现在呢 经过吴伯雄跟胡锦涛的谈话 经过这个 这个吴伯雄到伯傲去跟李克强的一个谈话 一个代表的是即将卸任的一个大陆领导人 一个代表的是两岸即将上任的这个领导人 他们的一个对话 这当中我们会看到就是说 双方其实已经经过了两三个回合的过手了 这个过手是一个很神隐的方式 但基本上脉络已经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会来推测 合理的来讲520的马英九的讲话 应该是要关注到 接下来四年的两岸关系 他应该有些期待 有些想法 甚至能够提出一个 比如说开始有些人主张 这个马政府是不是应该成立一个 两岸和平委员会的事情 这些东西是不是要在520的表达出来 或者说如果一国两区 讲得不够清楚的话 但我们当然知道一国两区是跟我们的宪法 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合宪合法的 那会不会他有一个新的表述 换言之我的个人认为说 之前的不同不独不武这三步 这个阶段应该说他的任务应该是已经结束 要往新的一个角度走了 还有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值得观察 也许我们下一个题目要来谈的问题 在马总统的就职演说的同时 那么民进党就要党主席改选 那么民进党这一段时间 大陆政策的互动大概各位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已经开始产生一些变化了 因为两岸政策现在对民进党来说 是一个显学了 所以接下来这个党主席的选举 那么是不是会朝这个方向 会讲得更清楚 对我觉得5月份的这两个 刚提到的这个甚至说了 我们先从民进党的部分来说 那么这次选举完了之后 我听到有民进党的学者提到一个观点 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最后选输的原因是 民进党其实是同时跟中国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还有美国民主党来一起对抗 就三个党打他一个党 那所以他输掉 当然最大的原因是 民进党的两岸政策的问题 所以选后呢 内环境外环境的不断有这个 谈到民进党的一个 中国政策也好 或者民进党跟中国共产党的互动也好 那最大的突破 当然就是在三月份的时候 有三位民进党的测试 包括一位发言人在内 到云南去参加 国台办举办的一个两岸的这个活动 那么我个人的了解 现在两边的互动跟接触 远不止这样的范围 还有更多的这个 这个这个成员的进行 那当然但是呢 民进党因为他五月份 才要党主席的改选 估计民进党的党主席改选之后 他的两岸政策 慢慢的会在党内形成 一个共识 这个共识 极可能会朝比较开放的角度出来 所以马英九 五二零的就职演说 应该也要回应到这样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台湾的蓝绿朝野之间 是不是可以开始就两岸政策 寻求一个起码的共识 我们过去认为说 好像蓝绿之间 有一句话说蓝绿之间的距离啊 比这个国民党跟 台北跟北京的距离还遥远 提过一段这样的话 但是呢 很多人越来越感觉到 台湾呢 一个是我们内部 如果不能够朝野之间 蓝绿之间形成共识的话 你很难对应到大陆对台湾 积极的一个一些这个做法 而且相对来说 如果我们永远有40%以上的人 来反对另外一个力量 去推动两岸关系的话 这样两岸关系其实是不踏实的 是不踏实的 所以呢 我的简单讲 我的看法是 五二零的马英九的就职演说 应该会把民进党的大陆政策的 这个变动的期望会放进去 可以从一个地方看得出来是 吴波雄在去北京会 胡锦涛之前已经有讲过说 国民党欢迎 在野党跟大陆多接触 已经提到这样的一个话了 那么再来就是说 民进党五月份 党主席改选完之后 因为未来两年没有选举 他内部应该也会开始在 施变他的一个大陆政策 那么最后一个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 如果接下来民进党 跟共产党之间的互动 速度加快了以后 这个时候执政的国民党 其实他的位坐标开始在转移了 因为过去他跟大陆之间的互动 某一些大陆 吹得比较急的 比如说政治对话 他可以用民进党当做借口 当做理由来抗拒 那现在如果民进党走得快了之后 一方面我们看到 民进党如果走得快 表示他跟国民党的步骤 某些部分会慢慢一致 这是表示说 我们内部的争议跟矛盾降低了 可是相对来说那种黑一点白一点 一软一硬的这样的一个 这种所谓的平感的作用也会不见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进行 这个就是要考验接下来互动 所以简单来说 我觉得从现在开始 接下来两岸三党红蓝绿之间 开始进入一个动态的 动态的一个互相影响的一个阶段 而五月份将会出现 我们比较清楚的轮廓 好 现在目前两岸的一个默契来说 是先兴后正 说经济的部分先行 那么政治的部分慢慢再来说 不过从你这样说起来 这个政治的部分的赏位 其实缩短了很快 就要谈到这个问题 应该这样讲 所有的经济背后都脱离不了政治 至少是政策了 但是你说要不要进展到 有关政治面的一种更深的 更高的结构性的因素 比如说主权的问题 有没有进展到那个阶段 这是另外一个状况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和平协议 跟政治对话 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和平协议代表的是 政治对话的结束 政治对话结束 达成一个和平协议 所以政治对话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process 那么有了一个政治对话的过程 有可能会产生和平协议的结果 这是在我们讲之前的 一段时间的情况 但现在很好很有趣是 政治对话如果都还没开始 怎么会有和平协议的这个结果呢 而且更何况这样的对话 谈的都还比较局限 是在两岸的两个执政党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没有看到的是 绿营这一边的声音出来 绿营对两岸一定有看法 而且还有一点我要提醒 历史上来讲的话 民进党跟共产党之间 其实没有直接的恩怨 真正有历史恩怨是国共两党 只不过说因为两岸形势的推展 他们现在把恩怨放下来了 那现在反而是民进党承洗了 反共时代的思维 反共恐共时代的思维 所以它跟大陆之间 让人感觉好像都比较碰在一块了 但你如果认真去推想的话 其实历史上来说 民共之间并没有什么恩怨 国共还打过仗 还死了那么多人 民共并没有 因为民进党诞生的时间很短 这是一个背景 但是当然今天两岸 或者民共之间的一个互动 并不是说以历史上有没有恩怨 当作唯一的一个衡量的标准 应该要看到的是 彼此是不是能够理解 或者说认知到的这个环境的变化 比如说以前都讲铁板一块 谁铁板一块 共产党是不是铁板一块 现在民进党越来越多人认为 共产党也不是铁板一块 而北京也认为民进党的支持者 也不是铁板一块 当大家都认知到 互相不是铁板一块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 你不管是说所谓用大陆叫统战分化 或者用民进党这边用一句话 就是说我就跟你这个理性交流 它的可能性就存在 我的经验是 其实交流越多 又可以看到共同的地方 但是也会看到不同的地方 这是交流最大的作用 好 所以接下来就看五月份 就接下来民进党内部的 党主席选举之后 对于两岸政策的一个转变跟角力了 让我们在纯粮上面 那么便宜了 对于三岸政策的认定